恋爱豆腐果 是不是吃了以后找回谈恋爱的感觉 对 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对 贵州的老船 这个用的就是普通的豆腐吗 这个酸酱豆腐果是多的 普通豆腐可不齐 就是要外表脆里边嫩 外表脆里边嫩 嗯 再加上这个 摘耳根 大姐您做这个豆腐果有多长时间了 30多年了 一年做的 那时候这豆腐果我才两毛钱一个 那个老了 我的阿姨啊 哈哈哈 你这30多年我才30多岁 嗯 对 这个就是摘耳根 鱼心草啊 辣椒酱 这个老年人他就不吃这种 好的外交野人那种 他要吃这种他才吃得了 哦这个老年人要吃嫩一点的 对要吃嫩一点 摘上这个鱼心草 老雕像 这个植根是自己做的吗 肯定是的 阿姨这个为什么叫恋爱豆腐果呢 以前没有吃的吧 就卖这个豆腐果 他们也有一个男生去吃这个豆腐果 然后这个女生也经常去 然后他们两个就 约在一起 就经常去吃 然后就成家了 所以说就叫恋爱豆腐果 起泡就是好了是吧 对 这个起泡了啊 给我来一个阿姨 好的 贵州贵阳的吃 吃了 吃了 贵阳的恋爱豆腐果 有没有吃过的啊 这个是鱼心草 就是折耳根 贵阳的街头来吃一个爱情豆腐果 这个是自己调的辣椒水 蘸水和折耳根 鱼心草 尝一口啊 阿姨的这个鱼心草不是太新 可能是他用了这种比较嫩的鱼心草 还好 我感觉我可能快要爱上这个鱼心草 豆腐是半焦鳞的 对于一个以前吃不饭鱼心草的人来讲 看着啊 嗯 不好吃 哈哈哈 他也喝了啊 对于一个以前吃不下去鱼心草的人 今天居然吃了这么多鱼心草啊 我都配复我自己